香港文化博物馆11月27日 举行《平凡不平凡》李小龙展览开幕典礼 并将在11月28日正式开放与公众参观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志祖 在开幕典礼致此时表示 侍逢李小龙81岁名授 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挑选这个日子 为展览揭幕以作纪念 今天是李小龙先生81岁的名授 我们选择今天为展览开幕以作纪念 这个新版展览加添了珍贵的李小龙相片 同时亦都争设大型光影剪片 和多项互动的项目 透过多元的参观体验 给观众能够从电影、武术、个人修为 这些方面去回顾这位功夫巨星走过的历程 身处美国洛杉矶的李小龙女儿 李小龙基金会主席李湘宁 也透过事项参与开幕典礼并致辞 她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让大众认识李小龙的个人成长 宣扬和谐的实践及哲学理念 尤其是今天,上远的父母 我祝我的父母祝福生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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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duties is an experience and I'm so genuinely pleased that all of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is exhibit and through the exhibit to experience him as well. Because even though we've been without him for a number of years now, his legacy continues 据悉,这次展览加入了新的李小龙相关展品及相片,有李小龙在香港求学时所用的基建面罩,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考试温习笔记,在泰国拍摄唐山大雄时写给妻子莲达的家书。 展览更加入多媒体元素,包括沉浸式光影展品,让公众回顾这位国际武打巨星的传奇人生。